贤子 说吧 为什么把粮食扔掉了 女太军 我不知道了 看来 就算我今天杀了你 你也不会跟我说实话了 女太军 我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朱连长带着我们 把粮食安全地送到前线 然后左腾太军又下令 让我们拉着粮食 在八路军出没的地方转悠 可转悠了半天 连八路军的影子都没见着 然后 朱连长就让我们把粮食扔了 啥子 明明是你算出来这粮食有毒的 对不对 是 是我算出来的不假 但我没让你把粮食扔了 就算是我让扔的 你手底下那帮兄弟能听我的吗 阴我 你阴老子是不是 打他 对 我做事了 齐恩嫂 继续说 女太军 所以我和朱连长一商量 这粮食肯定有问题 于是我们就找了一只鸡 然后呢把这只鸡啊 好好好 行了行了行了 你们两个难道不知道 这些粮食有的有毒 有的没毒 还有没毒的 都 都应该有毒吧 这有毒没毒 等粮食找回来 你先吃 你咬什么 啊 哇 太军有了 火有人到村口集合 于太军 将军们都到齐了 您说话吧 我们今天来 就是要告诉你们 前几天你们拿到的粮食 和你们家里所有的粮食 都给我交出来 谁敢违令 就地枪决 相信吗 这都到什么时候了 给你交吧 省得红军一发动 该杀的杀 该抢的抢 石棍那不还是咱自己呀 相信吗呢 咱把粮食给了红军 红军就少了 让他少说两句 怎么咱就没事了 相信吗 听我的 交吧 于是 废话的太多 赶紧教练 这位女太军 粮食被抢了 跟我们有啥关系啊 粮食我们已经交了 我们也得种地吃饭 大家说是不是啊 是啊 我也得吃 对啊 我们也得扔命啊 不要说 不要说 不 太军哪 就是我们把所有的粮食 都给了你 你们这么多人 最多够吃三天的 你把我们饿死了 谁还给你种粮食啊 这做人哪 不能太狠咯 就是 对 就是 你们这帮人 怎么这么多废话 赶快给我闭嘴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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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大爷 怎么直接打你呢 这都什么时候了 令康就一个下场 就一个在死啊 乡亲们 我赔 我实在受不了了 余大肚子你个臭不要脸的 就你这种助脸连狗都不如 你把乡亲们逼上权利 我对你有什么好处 我就纳闷了 你也废话 太多了 还不去 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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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太军 我们交 要不我们冲进去吧 不行 我们的人类的活力太少 是 赢兵只会伤了我们自己 还有老百姓 可乾贵他们还在里面 放心吧 乾贵一定能保护好乡亲们的 不是说没有粮食吗 这叫什么呀 女太军 这可是乡亲们的口粮啊 既然您想要 那我们就不吃了呗 给您 说得够可怜的 那就通通的 把粮食都给我交出来 那要是把粮食都给你们 你让我们和西北方上 你们喝不喝西北风 关我什么事 你这个女人心冷这么狠啊 我不狠 你们能把粮食交出来吗 你个臭老娘儿 就这么说 我要把粮食交出来 那只能把粮食交出来 太军 您别跟太军干贱了 小生化 咱屋里说 对了 花子太军 屋里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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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啦 反正就一条命 你也不来让我们天天当孙子吧 二寡妇 你是不是想死你 花载君 别生气 别生气 原来是个寡妇 臭娘们儿 走 先走 快 走 太丑了 太丑了 你看我刚才都挨打了 对吗 太丑了 花载君借 下来 来 走了啊 走了 前嫂 说吧 说吧 女太军 我对皇军那可是忠心耿耿啊 皇军来到我们钱庄村 不就是为了粮食吗 该交的 该抢的 该拿的 你们都拿走了 现在又回来 您总得允我们点时间 等那个庄稼从地里边涨出来吗 八路军也要粮食 国军也要粮食 这粮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你得等着它一天一天地 从地里边涨出来呀 你说了这么多 就是想告诉我 没有粮 对吗 太军 真的没有粮食了 要不然乡亲们能去抢粮食吗 要不是恶极了 他们能吃那有毒的粮食吗 花载太军 可不能再杀人了 您想想 您再杀他们 再抢他们 这要把他们吓跑了 这庄稼地谁一种啊 花载太军 卑职斗得一眼说两句 你说 我认为 钱贵今天的事啊 他做得很有道理 中国有句古话 叫 人无远虑 必有金幽 还请花子太军三思 三思啊 你也不敢说 你也对 tegen这段时间 都没有 你怎么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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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想想想想想吧 可是你们连种庄家地的种子 都抢走了 等到明年 我们往地里边种什么呀 既然你们 也种不出庄家来 又交不出粮食 那留着你们还有什么用啊 既然这样 不如统统把你们杀掉 把整个钱庄村也烧掉 这样我们就不用麻烦 来你们这里要粮了 华子大学不行啊 华子大学 这一带呀 只有这里土地肥物 盛产粮食 你看 现在又兵荒马乱了 如果人都死了 就没人种庄家了 那没有粮食了 皇军吃什么呀 到时候 话得来云 您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我让你说话了吗 你们跟我说这些都没用 要想保住这个村 保住你跟大家的命 献你三天之内 把丢掉的粮食给我找回来 如果有什么闪失 挂在这儿的人头 可就不是你一个人的 是全村的百姓都得陪着 到时候 你后悔 也来不及了 快去去去 下来 收开去 快 我们走 赶快去 他真是想要找她 真的 浅宋 浅宋 受惊了 没事 没事 谢谢大军 你这个假小子 把她和她的同伙统统给我抓起来 来来来 怎么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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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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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 注意隐蔽 快来 大不大 不行 为什么 这样潜贵跟乡亲们就会更危险 我们晚上进城 找刘掌柜商量一下对策 怎么现在都不说了 潜色 你不是话挺多的吗 你们古时候有凌池车裂 我这儿的刑法 可比你们古时候得多 一会儿 都让你见识见识 都不想张嘴是吗 其实 我就想知道一件事 这瞎子 他是真瞎还是庄瞎 只要你们告诉我实话 我马上放你们走 人的命可只有一条 听说你不怕死是吗 我就看你不顺缘 来人 先给这个女的上刑 二 二 走 你们干吗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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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干什么 快出事 放开二姐 你们放开二姐 有本事冲我来 你们冲一局了 算什么本事 二姐 你们要干什么 滚箱 滚箱 连队长 我能说几句话吗 说 钱桑 真的是瞎子 而且 他对大日本帝国忠心耿耿 我是担心如果你这么对待他们 那这些人以后也不会回我们所谓的 你是帝国的军人吗 竟然为他们说话 连队长 我们现在是在中国的地盘 斩禁杀绝 我觉得不大可能 所以 我们需要他们的帮助 他们到底是在帮你 还是在玩你 你看不出来是吗 连队长误会了 那你跟我解释一下 他到底是真瞎 还是庄瞎 钱桑 真的是瞎子 那帽子是怎么回事 谢谢太阳 谢谢太阳 这怎么解释 放开我 你们这份王八蛋 帽子的事 帽子的事 是因为他的嗅觉很好 他能够闻出自己的味道 这件事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能闻出帽子的味道 那边的儿子 你听说 我看不下去 你还能够悉 你还能够得着 你还能够惹他 你还能够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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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先把我的人放了 再使我的羞卷 脑袋掉了碗大个八 也没什么可怕的 行 我倒要看看 你们接下来的戏 怎么演 谁呀 是我 这么晚怎么来了 我们有急事 刘掌柜 接下来说 左腾军 这段时间 美代子有给你来信吗 没有 是不是 他另有所属了 不会的 我坚信他 不是那种一句话不说就走的人 只是 你总在中国 他却一直在日本 所以 连队长 现在局势紧张 我们还是谈正事吧 是不是我的话 刺痛左腾军了 那倒没有 连队长 如果个人和国家利益之间 我觉得 我们要以国家利益为重 很好 那我们就来说说 怎么把这出戏 给唱好 连队长抓的那个钱桑 是另有隐情 秦阎昂贵 我咋睡不着觉啊 谁睡得着啊 咱睡得着不是炕 是刀 这睡得着刀上吧 也就是个疼 这要是睡火上 我这心烧得好 我跟你说啊 甭管他烧不烧的 哥儿举哥 我就一句话 打死也不说 大哥 没看出来呀 这不骨子里挺有男人劲的吗 瞧你说的啊 二姐 纯爷们儿 再说了 我就是死 我得先保护你啊 对不对 不压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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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傻时候了 还闹 别老说死呀死的 别老说死呀死的 还是想想烦啊 琢磨琢磨 怎么从这儿逃出去 左堂军你想想 别的事情不说 就单单说 毒粮食这件事 你觉得 谁的嫌疑最大 任队长的意思是 话于诸子 朱桑人虽然愚蠢 但手上沾有八路 和国君的鲜血 他这种人 只能投靠皇军 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任队长 怀疑前仓 我不管他是真侠假侠 但我始终觉得 他是我们身边一个隐患 你想想 我们现在发生的所有事情 都跟他有紧密的关系 难道 我们不该怀疑他吗 那是连队长 不敢保证 那个钱桑石镇的瞎子 我只是想知道 这壶茶是谁泡的 这壶茶是谁泡的 连队长的意思是 瞎子的背后 还有一双眼睛 我怎么知道 但我想 明天会见分晓的 好 钱桑 你说这鱼大肚子 他会救咱们吗 他不害咱就是好事 救咱 先别指着他了 我琢磨着呀 他这想法救咱们 你说咱万一要有一个 这拔起萝卜带起泥啊 也没他什么好果子吃 前官 咱不会跑了吧 二姐 要是我 我也跑了 那咱们也跑呗 跑是跑不了了 这次恐怕是凶多吉少 左掌把瞎子咱们给抓了 我只在审讯她 到时候钱不是受不了 再把我给招了 那小鬼的和朱老爸能放过我吗 到时候朱老爸再带人来杀我 不行 我得马上走 我得马上走 不 Century 不行啊 我拿这么多东西不就漏馅了吗 雪岸 你可别怨我 姿势都难跑 我会救不了你了 兄弟们 你们今天都看清楚了吗 这鱼大肚子 是想搞死里弄咱们 是是是是 之前先害死了我哥 现在要串通瞎子来祸祸咱们 就这鱼大肚子 那最近是天天跟在佐藤身边 一步不离 一点下手的意乎也没有 还有瞎子 瞎子现在也让黄金给打走了 好 说得好 这就是我的心病 你想想 万一每一天 这瞎子要是一招 说泡龙是咱们炸的 咱们几个不都得他妈个儿皮照亮吗 他咋办了呢 咋办 一步做二步休 先起来杀了这个瘤大肚子 是要让他把这个嘴闭上 下次在台队明天说什么 台队都不可能信 今天晚上咱们离间继承 先解决了瘤小肚子 队长 那个 你看啊 那这回我们去 跟你钱的可不一样 咋的 你这回去风险大呀 说不定 说不定就回不来了 不是 你什么意思吧 你看是不是多少得 想要啥呀 搓泥呢 阴医院 我 开发 我 我 来 行 我算他妈知道了 现在这他妈命是不值钱的 还是钱管用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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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快快快 钱贵 你干吗 你来了你又笨这炕糖 你也不怕小鬼都看见 你们两个眼睛是瞎的呀 还用再装吗 那个女鬼子早就要看出来 我是假的 门口站的那两个小鬼子是男的 你怕什么呀 我没怕 没事 就是我死了 也得救你们 装什么大英雄 那女鬼子肯定没看出来 要是看出来了 早就把你大蟹拔块了 还能让你进屋睡觉 她二姐说这话呀在里儿 要不她怎么说 等你媳妇来了以后再试试你呢 我这巴掌打得好吧 大哥 那细词咋说来着 一巴掌打醒梦中人 对对对 你打他 我醒了 你懂他啥你 早抽吧你 我嫉妒他 我嫉妒你关心他怎么了 都是要死的人了 还嫉妒个啥呀 都是要死的人喽 不 你说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走 走 何时老三 如果你们不说 我认识你 一 二 我吹你大大 大大 小鬼子 我跟你们拼了 现在情况啊 基本上很明白了 就目前来讲可以确定 花子和左腾现在仅仅是在怀疑千位 这样的话我们有足够的时间 来布置我们的营救计划 同志们 我的行动计划是这样的 一会儿啊 你和谢阳先去找余大陆子 了解一下钱贵他们关押的具体位置 不会 不然 你帮我拿来 不然 我给你帮我拿来 这不是你们俩呀 啊 赶紧跟我走 快快快快 跟我过来快 我知道就这么多了 你们赶紧去想办吧 万一花子太迅那下点儿很少 他们什么都糟了 那不就直接咔嚓了 那他们现在关在哪儿 我没敢问 但我琢磨着 不在小院就在行军室 大浩 谢谢你了 谢我什么呀 我什么也没说 你们什么也没听见 走了 余妍 谢谢了 小双啊 别叫余妍了 再叫成哥行吗 余大哥 他哭什么呀 他哭什么呀 其实他挺可怜的 可怜 不管了 咱们还是按计划行事吧 走 谢阳同志 谢阳同志 现在小鬼子到处在找你 你现在就去日军指挥部 去找钱贵 你们带来 太军 我 我 我 瞎子 瞎子 钱贵 钱贵的媳妇 钱贵的妻子 什么事 我要找花子太军 花子 花子太军 稍等一会儿 花子太军 夏子媳妇要见你 来了 好 让她进小院等着 是 该来的终于来了 我要 你 你 就在这儿 在这儿 你 你 我 你 在那儿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我 行了 行了 别哭了 我没事 我兄弟呢 他在家呢 放心吧 张燕燕同志 我们俩接 你换好了 咱们分头行动 走 走 走 刘传贵 我们分头行动 我去救他们 你负责接应 好 我想办法去弄一辆车来 好 感人 真是太感人了 钱三 你想了一个晚上了 到底 还能不能告诉我事情呢 有 太郡 我跟您说的可都是实话 说实话好啊 说实话好啊 定一 你告诉我 粮食 到底是藏哪里了 太郡 粮食不都给你们了吗 第二 你跟八露 到底有没有关系 没有 太郡 我跟八露可没联系 我一直是拥护皇军哪 你是他的女人 是啊 那他 那他 到底是不是个瞎子 这话问的 那 您说呢 你让我说呀 你要我说 他就不是个瞎子 他是八露 太郡 他真的是瞎子 他要是八露 我们早跑了 还在这儿捣什么乱呀 就怕他故意添乱呢 太郡 我们昨天晚上不都说过了吗 都说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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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是 说过了 提醒得好 我差点就忘了 那来吧 行吧 我们就做个游戏 来人 把那个瞎子的眼睛给我蒙上 乾坤 哥对不住你了 我现在是你不是过河自身的吗 小鬼是你大爷的我无次 算是你已经早没上去 你也走了 到 好 跟上 行 我倒要看看 你的嗅觉有多灵 来人 来人 我倒要看看 你这眼瞎鼻鳞 是有多大的本事 怎么样 你能闻出 这两个帽子 是他们俩谁的吗 我是瞎子 不是君犬 你你个本事 要烧要剐 随你的便 站住 浅三 玩个游戏吗 你急什么呀 太君 你也是女人 为啥这么为难我们呀 就因为我男人是个瞎子啊 因为我女人的直觉告诉我 你的这个男人 是心瞎 眼不瞎 瞎就瞎呗 有什么好隐瞒的呢 你就别为难我们了 让我们走吧 好 可以呀 千贵 我们回家 我们走 站住 还有什么事情吗 你既然是真的瞎子 那你还留着两个眼珠子 干什么用啊 我说 要不就把它挖出来吧 反正留在里边 也多明明 女太君 这眼珠子留着当装饰也好看 要不然两个大黑窟窿 多瞎人 多瞎人 怎么会呢 到时候 我给你装两只猫眼 肯定比你那瞎眼珠子 好看多了 好看